已经举办12年的盛世安邦国际观光文化祭 2019年7月13号晚上 在花莲县吉安乡 圣安宫前广场隆重开幕 因为今年正好是王母下降70周年庆 圣安宫主委黄永裕 特别邀请花莲县长徐真卫 民政处长萧明甲 吉安乡长游淑珍 吉安农会总干事张德琪 圣安村长陈昌周 以及圣安宫全体委员 到现场一起敲锣 揭开序幕 紧接着王母文化剧场 由回南近民俗记忆团单纲策划 开始一连串的民俗记忆表演 场面热闹又盛大 花莲是受到天地神奇祝福的地方 而且真的我们感受到火梁 这个镇守在花莲 让花莲一片祥福 再次谢谢我们母娘 镇守在花莲 给予花莲 很多的这个 大家心中有困难 或者是家庭 有困难的我们的很多的乡亲 给他们一个安定的心灵的处所 时针随着母娘的脚步 在我们的圣安宫里面 一步一步的学习 我看到我们的心灵跟他说 是我们很欢迎的 有一个晚上竟然来过超过千人的游客 因为母娘的子弟 母娘的信众大德 来自于全世界 来自于全国 所以母娘慈悲的故事 花莲圣安宫主委黄永玉表示 今年的庆典活动 有王母文化剧场 护身环保新灯释放 王母下降70年大庆盛典 还有各项球类亲子写生比赛 七夕节粮园 未婚联谊 以传统的环保新灯为主轴 邀请民众一起施放祈福 吸引来自各地公庙 跟成千上万的信众 我们二公一九年的生死洋邦 今天开楼 我们七月十三 今天到八月七时 这个厂中 我们有很多活动 尤其每周六 都有我们的文化局长 我们放新典 以及我们国家的活动 都陆续在进行 因为今年 刚才我们七十七年 王母娘娘 降机在我们花莲圣安宫 刚才七十七年 所以说 我们今年 我们有做一个 更胜大的 竖竖活动 在今年的盛世安邦活动当中 由电音三太子 用神器活现的舞步打头阵 接着再以古僧跟古僧 配合双龙跟凤凰齐飞 加上八家将演出的八将麒麟 还有官将手 醒师团 中间穿他有奖增达 炒热现场气氛 这一连串的精彩演出 让全场的观众呼声连连 气氛嗨翻天 花莲集安圣安宫表示 今年文化季活动期间 是7月13号到8月4号 每个周末晚间 都有不同的活动 结合了宗教 观光 学术 文化产业 预计会带来上百万的人潮 希望以宗教文化活动 带动花莲的观光产业发展 记者陈俊宏 陈文旭 花莲报道 字幕志愿者 吴宗教文化 本带一个全 ministers 未经计会 也不足 質疟 arde